今天我們來的孔悠悠對不對 對 沒錯 你是八卦拳 八卦獎 八卦獎 你怎麼會學這個 其實是蠻長的一個故事 但是我覺得在選擇你要什麼拳的時候 其實那個拳比較在選擇你 所以從小 我從小因為房生 我爸爸是要我們開始我們練的拳擊 跟的跆拳道 在美國的時候 在美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爸爸是 他是拳擊的冠軍 但是他有一個 Foxing的冠軍 對 然後他跟一個跆拳道的人打了 然後被打得有點傷 所以之後他說我們也要有 跆拳道 功夫 所以跆拳道的開始 然後慢慢到捷拳道 這個時候有立小龍 所以我才開始到那個火源家 然後當我到18歲的時候 我已經在招 但是有點到一個瓶頸 所以我的朋友 他是台灣人 說你應該是 開始看一下 中國的功夫 到底是有什麼 所以我那個時候 讀中文之後 就可以慢慢開始看得懂 所以當我二哥在練泳拳的時候 他的師父給他一個影片 那個影片裡面 我有看到八卦獎 馬上我知道 這是我要的 這是我太需要的東西 馬上 因為在跆拳道的時候 拳擊的時候 打全部的東西 我慢慢的在找那個八卦獎 所以可以休息一種緣分 對 那孔悠悠來台習武15年了對不對 OK 你可不可以演練一下八卦掌聲 我做一個 我們說是 這個是一個後天的練習 後天 你長這麼高 你還要練跆拳 我們 很簡單的做幾個動作 就是我們有64手 有聽過嗎 60什麼 64手 64手 我先做八個 我簡單的做一下 八卦 這樣幾手了 大家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 所以他把我們的地板都滑動了 對 那你簡單 好 簡單的做一下 我現在做的不是一個套路 但是有點是一個 方位的練習 知道嗎 就是 如果要打比較多的人 一個練習的方法 我可以打多的人 對 左邊 右邊 後面 側邊 再來 小李飛刀 咱看不到 我們現在看一下小孔飛刀 好不好 孔悠悠 孔悠 你那個真的是刀嗎 這是兩個 我小時候比較會練的東西 這是什麼刀 就是那個 在美國 我們會 就是大家都會有槍 所以如果你練功夫 然後練有槍 你的功夫是一定用都沒有 對 所以你有點要一個什麼 就是有備武幻 知道嗎 對 所以我叫孔悠悠 孔悠悠 有備武幻 所以你們這個是你們的刀 這個不是八卦掌的刀 但是這個 為什麼我會用這個是 因為這很適合八卦掌的動作 OK 對 對 對 好 我們前面有個木樁 你可不可以 可以射一下 練一下槍應該是簡單的 好 加不住 它很牢 這如果是人的話 就已經整個都進去了 這一定會進去 一定 你看 它扎得 它扎得很 很牢 很恐怖 還OK 還OK 重點是說這個 不才會殺人 除非你是故意的 哇 你看 拉出來了 有點特別用力 對 如果你真的遇到危險的話 然後會這個 你打到人的一個 腿 所以你看到我都在練得 比較低的一個位置 所以你打到人的腿 你其實沒有什麼 那就是比較 表面上的一個 就是 不至於致死 對 對不對 對 你有機會可以跑 對 對 所謂的指歌為舞 對不對 舞這個字的意思 不是要讓對方死 是 是大家停止就好了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自己就是 因為我已經 練這個一陣子 然後 因為這個 當我練八卦獎的時候 就是你看到我前面的 那些動作 這個像那個燕陽樂 因為是有兩個 明白 可是你拿了這個刀 你就沒辦法用那個掌了 這個就代表我的掌 對 因為我都是在搭到肉的東西 對 比較軟的東西 然後如果它泡了一點點 然後我還是可以丟 對 所以我有選擇 知道嗎 因為就是要控制助理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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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說 好 酢 都 有 有 是 有 在 有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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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